他真的有一股魔力 他如果叫蒟蒻爽就不會有人 但他如果叫魔玉爽呢 你就會覺得天哪你會一直想要吃它以外 你內心啊那個麥犀是怎麼有壓力 你就知道它是蒟蒻 就覺得天哪每次都吃一吃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魔玉爽 也可以叫它叫做蒟蒻爽 魔玉就是蒟蒻的意思 不曉得什麼時候紅起來的 每一個人都是一百箱一百箱的在買 所以我是超好奇 我今天就全部買來開箱吃吃看 香辣素毛肚跟這個酸辣泡椒素毛肚 就把蒟蒻都很像 毛肚 來我要先來吃這個香辣素毛肚了 就是我很擔心包裝難撕 就如果今天我還要用剪刀 我就覺得大扣分 欸 欸 很好撕欸 這包裝是我設計過的 我要把它推出來了 我們要的毛肚 唉唷 唉唷 啊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欸可以欸 但是 我覺得它算厲害啦 因為它把蒟蒻已經幾乎的接近 做得像毛肚一樣 欸我可以欸 它的味道調得好 它就是 海底撈的麻辣鍋辣 完全一模一樣 我覺得很厲害欸 很順口 如果它做大包的話 不是啊 這種東西就是要小包小包啊 我試試看給你們看 假設你現在在看如意傳好了 鹹飛被打入忍攻有沒有 然後你這樣緊張 一口 鹹飛被放出忍攻了 兩口 皇上 就這麼大的心扉 三口 是不是沒了 它的魔力就來自於 因為它的包裝是算過的 然後它的味道 又調得非常好 所以它就是追劇神奇沒有錯啊 第二個口味 素毛肚 加量30% 酸辣系列的 我現在整個大開胃 你知道嗎 榮心大悅 吃 多好撕啊 來來來 欸 這看起來跟剛剛那一包有點像 味道該不會一樣吧 你沒有吃過他們這個新的酸辣系列的 請去買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會打敗這個紅色的香辣款 它這個酸啊 酸中帶辣 重點它的酸 很到底 會回甘的那種酸 很像吃酸塞巴肉鍋的酸 它現在它這個蒟蒻生姬旁邊有一種小鳥蛋的感覺 你在講什麼嗎 就是金沙 鹹蛋黃金沙的感覺 它把它裹在蒟蒻的旁邊 所以吃起來這一次的酸辣口味的 佔有一種顆粒感 這乾的還是 濕的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是要吃濕的才好吃 如果去買個濕包有沒有 客人來啊 突然沒有菜啊 你把它全部剪開 倒進一半 人家也覺得好吃 是你做的 他們才會好到 你已經去忽略它是不是真的毛肚 我覺得它很適合配飯跟稀飯你知道嗎 還有泡麵 好刷足喔 素蝦仁 剛才讓我覺得 即逝感非常衝突的是素蝦仁 據說大家也是很力推它 哎呦 這個也是辣的 但沒關係 我現在對毛育爽他們家的辣 我很用信心 我以為它是一隻的耶 我以為它是一整隻蝦仁 沒想到它是這麼多隻 好 就一樣 即便它是蒟蒻 但它還是把它做的蝦仁的樣子 吃醛素的人啊 或是蛋奶素的人 不要吃不要買這個 因為你們吃米負擔會壓力太大 原因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很擔心說 我在吃到溫食的是不是 我吃到蝦仁的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吃到蝦仁的味道啦 為什麼要海味 欸我真的很厲害 這個蒟蒻的口感 跟剛才吃毛肚的口感不一樣 他們不知道怎麼調整的 還會噴汁耶 很juicy耶 好妙 然後還有 口感還是味道像蝦仁 全部就像蝦仁 它就像一隻 現撈起來的小蝦米 新鮮煮熟的 我覺得它很適合拿來加在那種 對海鮮泡麵 因為你知道你們海鮮泡麵裡面的那個蝦子啊 都是乾燥的蝦仁 吃起來沒啥口感 但是這個東西啊 你如果把它加進去 你馬上就得到一碗麻辣的海鮮蝦仁泡麵 而且是新鮮現煮 然後這一包大概10元8元 然後你把它加進去 就等於你只用了30元 你可以吃到像是80元 或者是100元口感的海鮮麵 我不划張 它的醬應該獨立出 拿來沾其他東西也可以 OK 來來我要來吃蟹柳了 這個看上去應該不是辣的 他來當貓咪的食物 哪會啊 換貓 寵物食物 很像寵物食物喔 不新鮮的蟹棒 我真不愛 好粉 真不愛還拿 我再吃一個嘛 它做的真的也很像蟹蝦棒 我覺得抹育爽這品牌啊 做的是什麼像什麼 這也是蒟蒻嗎 這也是蒟蒻啊 海桃窯這不是蒟蒻啊 它是真蟹棒欸 好吃喔 嗯 那真的是魚啊 那真的不好吃欸 喔對啊它真的是魚 它是魚 這個是真的魚 那我覺得好粉喔 為什麼它不去做蒟蒻呢 你把它蒟蒻做成蟹棒就好 你幹嘛這麼高剛啦 又去做了一個魚製品 那就是不好啦 太粉了 你只有蟹棒的味道 但沒靈魂了你知道嗎 好 如果真的要我選的話 這三個 我推薦它 它真的是必吃欸 如果你還沒有吃過抹育爽 或者你吃過抹育爽 你還沒有吃過這個口味 必買它 它很值得買個十十來箱 買在加米豚 就是送親朋好友啊 那或者是你自己平常吃它 我保證 你大概如果你最近有在追一個什麼八十幾階劇啊 你可能追完它 你那一想吃完了 好 那我們今天抹育爽開箱到這邊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谢谢大家